五年前的装修VS现在的装修 以前流行正无孔插座 因为电工给咱开啥单子 咱就照着买呗 也不懂 现在流行邪无孔 因为老一辈人在使用中发现 正无孔无法同时使用 好看和使用 我选择后者 再说也没好看多少吧 以前还流行卫生间的砖水源铁 因为没人知道能对缝 现在流行强地通缝 因为在互联网的时代 好的装修工艺是长不住的 以前流行水电走线越漂亮越好 因为业主又不懂 多走一米我就多赚一米 现在流行点对点走线 因为大家都知道了 再好看的横平竖直 刮完大白铺上茬砖也看不见 以前流行多功能变形家具 因为买的人都以为 自己多加点钱就能多个功能 挺合适 现在流行不会变形的家具 因为一个固定位置的家具 每天挪一次变个形 真的没你想的那么方便 以前流行拨导线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多花钱做的造型 就是比不做好看 现在流行尘砖通铺 过门时都不做 因为做过的人都说 只要排版没毛病 通铺是真的香 以前还流行十字绣 因为跟风 当时就流行这东西 给我妈眼睛都绣花了 现在流行软装挂画 因为这东西价格不高 看腻了 换一副也没多少钱 以前马桶旁都不留插座 因为卫生间潮湿 马桶旁留个插座有啥用呢 现在流行马桶插座 加防剑盒 因为后期想加装个智能马桶杆 没插座 你还真加不了 以前都是厨房 先吊顶后 厨棍 因为大家都不懂呀 最后装成这样 你看看这卫生石角 沾不沾手 现在都是 先装厨棍后吊顶 因为平时刷抖音 业主都懂了 装完厨棍和顶峰板 吊顶衔接顶峰板 完美收边 不但没卫生石角 还省了一圈 厨棍的吊顶面积钱 以前还流行夹城吊顶 因为当年大家都做 能长灯带的吊顶 现在流行的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 不带夹城的双眼皮吊顶 但也在吊顶里 装了一圈射灯 第二种是 只走一圈石膏线 或在石膏线上 加上每边线 做第二种的人 大概率不是 第一次装修房子了 因为他没装射灯 他知道射灯 在日常生活中 几乎是不开的 装个主灯 主椅 第三种是 石膏板叠层 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 喜欢哪种 照着装